关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普利时文的作品当中 他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知道在人类初期 人是敬畏大自然的 人是敬畏大自然的 那么在苏联二三十年代 苏联政府或者是官方的媒体提出的口号 是要战胜大自然 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 要向大自然索取 那么普利时文他对大自然的认识 并不简单地停留于什么呢 我们是人类 等于是生存在大自然这个家园里头 就是说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家园 你怎么能向大自然去 无穷无尽地索取呢 它不仅仅就陷于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不能用生态文学 来看待这个 普利时文的表现大自然的一些作品呢 因为生态文学呢 按照我的理解 它是以生态整体利益 是吧 为中心的 而不是以前呢 我们刚才说 像大自然索取 或者是战胜大自然 那都是以人类中心主义 为主体的 是吧 人类中心主义 普利时文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类跟大自然要和谐相处 那么你要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首先你要认知 正确认识这个大自然 所以他的教育背景呢 是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他我们知道是农艺学专业的 然后又是农艺师 所以呢 高尔基在评价 普利时文的作品的时候 说到 说了两句话 我觉得很中肯 第一 就是他用优美的文笔 描绘了大自然 这一点呢 一般的作家都会做到的 这个 就大自然是多么的 大自然环境是吧 多么的优美 多么的优美 给人带来一种赏性悦莫的 是吧 还有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 这个艺术 第二点就 就是普利时文所独有的了 高尔基说 我们可以从普利时文的作品当中 学到很多 大自然的 有关大自然的知识 这个呢 就是作为农艺师的 这个 一技之长了 我们 所以刚才施老师讲的 很多 也是这样子的 是吧 就是说 对大自然的知识 在他的笔下 我们能学到很多 我们能学到很多 这个呢 我是我想补充的 那个 接着你的话说 就是普利时文写大自然 这个找不到第二个作家 甚至有的植物学家都不敢跟他比 有的动物学家也不敢跟他比 这是他一个优势 但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他如何写的 他如何写的 其实在俄罗斯 包括在西方文学中 写大自然 写得很美的 善于写自然的作家 也很多 但普利时文为什么独特 因为他知道 为什么写大自然 怎么去写大自然 写大自然 要写什么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觉得 我至少我觉得一个作家 要想成为一个 独特的作家 你至少要明白 你的写作方式是什么 你有没有找到 仅仅属于你的 切入生活 切入你的写作的一个点 那么普利时文找到了 那么这就是他 对大自然的书写 但他对大自然 是绝不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 绝不会停留在一个 对大自然的一个 写大自然如何的美 人类如何该关爱大自然 绝不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他要通过数学大自然 表达 一他对生活的体验 二他自己的生命体验 那么 我记得 包斯托夫斯基在金枪威里边 写的普利时文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一个人 要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 这个看起来 这个就是 这个人就很幸福 但是要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 这个很难做到 但普利时文做到了 所以他能够读书一致的 经常支撑跑到大自然里面 在那生活 在那观察自然 他长期 很长时间 他会不生活在莫斯科 那么他能够做到 他的作品几乎全是 以大自然为主题 虽然在那个年代 作品可以发表 没问题 但是久而久之 也会招来评论界的 这个特别是 官方运用问人的一个质疑 曾经当 普利时文这样作品 发表多了以后 其实读者是爱看的 但是 官方的批评界 有时候就要敲打敲打他 有一个批评家 就在 大概在三十年代初 就写了文章 就质问普利时文 说你 普利时文 为什么 老是 直写大自然 从来不涉及我们 沸腾的现实生活 当我们的周围 所有的我们的人民 都 参与到 沸腾的 一无计划 二无计划的时候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正在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 你为什么躲在 你那个飞鸟不惊的地方 飞鸟不惊的地方 就是 他的一部作品的名字 你为什么躲在 你那个飞鸟不惊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 藐视我们的现实 这个话说得很恶毒了 那普利时文 回击了 普利时文说 我有我的写作方式 我有我 参与到 这个咱们国家的 这个事业的方式 我写自然 我写自然的美 写自然的诗意 让所有的读者 感受到我们的土地的美 土地的诗意 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 这就是我参与的 我们的事业的方式 当然他这个话 是回击 官方的这个 御用的批评 批评家 对他的这个 质疑的 但是这是不是 他的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他最多 讲出一半来 还有一半 是我偶然在阅读到 他跟他的情人 是他初恋 初恋的那个情人吧 他的日记 不是日记 是这个书信 书信的时候 偶然读到的 他在那个里边 说了很多真话 他说我 为什么不愿意 生活在莫斯科 因为那个年代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莫斯科 跟现在的莫斯科 不是一回事 那么他 为什么不愿意 生活在莫斯科 他觉得莫斯科 很肮脏 这个肮脏 不是指 这个 污染指数高 他觉得这个 政治空气肮脏 所以他觉得他人 他觉得他 只有面对 自然中的 一草一木 鸟兽的时候 他觉得他 内心是纯净的 他不必说谎 他觉得 在莫斯科 他生活得很压抑 他要逃避 那种生活 那么这种心境 全部被他 运用到了 他的写作当中 所以那个 布里斯文 有时候在西方人的 批评 批评这个视野里边 把布里斯文 当作是 二十世纪 俄罗斯的索罗 当我看了这个评价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是对的 因为他有一点 他跟索罗很像 就是他们 以各自的方式 对那个时代 有一种抗争 比如说布里斯文 索罗是对 十九世纪 上半叶 美国的那个 主流的 社会的一种思潮 比如说物欲 物欲横流 对物质的这种 这种过分的贪婪 那么索罗觉得 这是社会的问题 所以他以他的方式 以瓦尔登胡的方式 来抗争 那么布里斯文 是另外一个时代 另外一个背景下 他以他的 对大自然的书写 来表达他 对他那个时代的理解 来表达他 对他那个时代的 一种看法 以此来他获得 自己生命的一种 一种体系 一种完美 所以我觉得布里斯文 是非常睿智的一个作家 他找到了 他属于他自己的 这种生活方式 和写作方式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他的对大自然的书写 才会有哲理 才会有哲理的意义 才会比别的 大自然的歌手 要高明 要深刻 布里斯文笔下的大自然 至于写得如此的诱人 其实有深刻的内涵的 在他日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日记里写到 他说如果说 你想了解大自然 认识大自然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人 他说人的身上的一切 都包含了大自然 都包含了大自然的所有的要素 所以你要了解大自然的话 你首先人要去认识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并不是说他为了逃避现实 而躲到大自然里头去了 他说这个大自然 实际上是人的一面镜子 你如果说真的要深刻了解大自然的话 必须要首先要了解人 所以我在想 刚才施老师说的 什么他对狗 对植物 生物 都充满了关爱的态度 那么联系到我们这个现实 很多我们养宠物 养宠物 养宠物的人 我看看有时候 他对周围的人 不是像对自己的宠物那么好 实际上这个 就是 Prixion 是觉得 不应该这样子的 就是首先你要关爱人类 关爱你周围的人 然后呢 对大自然的 包括狗啊猫的 是吧 这一切 好像在 有这样子的 像对人一样的 去对待他们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觉得 他这个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在他的笔下 Prixion的笔下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这个要我们 仔细读他的作品 深刻体验 不能光具现于什么呢 就是哎呀 他写的真优美啊 他那个文笔 把这个大自然写的 这个互灵互现的 不能光停留于这个层面 这可能是吸引我们读者的 一个首要的要素 是吧 但是呢 你被吸引之外 你还要去深入地 去思考思考 好 董小爷讲到了 就是普利斯文在回答人家 那个对他指责的时候 说他是以他的方式来 这个表达对自己国家的爱 其实在 就在这些作品里面 就我们现在翻的这些作品里面 有好些地方 他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 他多次会提到故乡 提到俄罗斯 这个大帝的母亲 这些词语 其实都是表达了 实际上他对自己祖国的爱 这一点不是他纯粹地描写这个大自然 这个恰恰也是 本来是要想讲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说是不想讲的 我说是不想讲的 这些词语 这些词语 谢谢大家